馬上來邀請今晚MVP 我們漢將的首位 姚冠偉 很緊張 這比上去比賽還緊張 第一次人家面前跳舞我覺得 他每次這樣講 多上去幾次就習慣了 打職棒第五年 富豹漢將捕手姚冠偉 終於站上賽後MVP頒獎台 今年上半季 姚冠偉在戴培豐 張靜德陸續因傷缺陣的情況下 獲得更多出賽機會 相較於過去三個球技 只有各位數的出賽場次 今年已經出賽了44場 也從中學到了許多 心裡的強壯度吧 因為我覺得 一軍跟二軍的強度還是有落差 因為一軍是真的每天都在比賽 二軍是還有比賽還有練習 所以那種感覺是不一樣的 所以不能就是因為你今天可能 沒有做好還是什麼 你就是一直停留在那個地方 就是要一直往前走往前看 就是一直要準備下一場這樣 中間有修賽季的時候就是 調整的有比較好一點 就是有讓自己的身體恢復這樣 因為上半季的時候就是 會有一點疲勞啦 因為想的跟做的會有一點落差 會跟不到這樣 所以變成是上去比賽的時候 有些事情會比較沒有那麼順自己想的這樣子 其實一開始在街谷啊或是柯方面 因為過去沒有這樣的一個 這麼長期的出賽 所以還是體力上有時候專注力沒有那麼好 但是後續慢慢慢慢 他也自己頂得住那個壓力 然後也表現得非常的理想 在一軍他可能就是 第一你可能跟投手的搭配 再來跟教練的搭配 再來是場上對戰的搭配 那個都是很多很多的變化 他到最後中半段那幾場其實在蹲都還不錯 都是讓我覺得稍微有進步的地方 但是還需要再努力啦 二十七歲的姚冠偉綽號阿貝 來自日職名部阿布聖之助 他是二零一九年 季中選秀第四輪指名球員 業於古堡家商文化大學 三級棒球自立完整 也有U23國手經驗 然而進職棒後 花了不少時間 適應最高棒球殿堂 有時候就會 心裡會有一段撞牆棋 就自己會很煎熬這樣 到底是為了什麼在努力 就一直這樣不斷地這樣想 可是想一想就回到初衷嘛 你為什麼要打棒球 就從進來這幾年阿就是 比較針對在守備這方面 因為打擊是沒問題阿 就是比較沒有什麼需要擔心的 主要就是這幾年就是 比較針對自己守備不好的地方阿 可能接球阿或者是擋球 或者是一些配球方面的 就是學蠻多的在下面學蠻多的 對啊就是需要經驗去累積嘛 最花心思阿 我覺得應該是配球吧 因為配球做真的是蠻難的 因為人家都說配球是一種藝術 對啊就是你要怎麼把這個配球 發揮到最後就是看取決於個人阿 就是你自己有沒有用心 有沒有再了解對手 有沒有了解自己的投手這樣 對啊 那怎麼樣才能更了解你 自己的投手 每天每天都跟他們拉個決賽 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因為每個人的個性不一樣 對阿所以在場上的狀況 跟投球習性也都不一樣 對就是所以我們要更擅長 去運用他們的習慣 去來幫他們解決場上的一些問題 過去在業餘時期其實也就是一個 還不錯的打擊能手 只是說 補手這邊他過去也比較少在文化的時期 比較少去蹲補 那當然回來這一段時間 那在加油教練這邊 一直在協助他 我覺得他自己也有把握住機會 是有越來越進入狀況 最主要是場上的一些 對比賽的判斷啊 對投手的熟悉度 因為以往比較常 場上有時候比較重要 就是投鼓手之間的一個 了解程度跟默契嘛 一二軍的投手的這個球速啦 跟轉速其實都不一樣 有時候他投出來的球比較快 變化球也比較犀利的 街舞上面啊 或是擋球上面 可能判斷得起來 稍微可能會慢了一排 就是需要經驗的一個累積 腰管尾漸入佳境 另外開季前手掌勾撞骨骨 骨折的帶陪鋒 也比預期提早回到球場 雖然目前還是每天需要伸展 熱膚等放鬆治療 但狀況大致良好 還在學習如何面對 傷後不一樣的身體狀況 對 我很希望西亞學長 就是像安可學長 他也是開過這個刀嘛 他說剛回來就是一定會有這種問題 這都正常 所以自己就是 要再習慣一下 當然也不能把這個當藉口 就是要自己去適應 然後盡量把自己最好的 趕快調整回來 不過歸隊初期 讓他比較苦惱的是 當時球隊狀況低迷 防守頻頻出現漏洞 攻擊也乏善可乘 尤其他先發蹲補都沒有贏球 讓戴陪鋒不禁陷入負面情緒 去年在首輩遇到狀況的時候 我會比較沉著 然後可以冷靜的去解決那些危機 可是今年可能就是 剛回來遇到的狀況比較多嘛 然後他就覺得 我在應對危機的時候 沒有像去年這麼冷靜 有時候太複雜 他主要是心態方面 他覺得說我要在調整的地方 因為這種東西我沒辦法控制嘛 結果後來就是覺得說 好像發生的次數有點高 他就叫我去看那個電影 《利古利古》什麼《新年財》嘛 可能之前看那種電影 就不會去想那種東西 就是笑一笑而已 可是真的遇到的就類似的情形 我覺得就是 也是一個方向可以試看看 看他們也是對戰啊 其實就像我們場上一樣啊 我應該是去想說 你的策略對不對 即使打出去了 不如你意的時候 你也要先判斷一下 是不是照著你的意識走 賽前練習 戴培峰和捕手教練劉家豪不斷討論 希望以捕手的角度出發 為團隊多做些什麼 劉家豪指出 由於戴培峰去年剛確立球隊 主戰捕手的地位 因此也期免他不只球場上 私底下也能和投手有更多交流 上面去結束自己 我們捕手就自己有討論說 可能像我回來 我自己觀察到的是 牛棚 我們跟牛棚搭配的這個部分 狀況是比較多 像我們就覺得有針對 下半期我們做的是說 開更多的會議 去更了解 因為可能之前就是 有討論 可是我覺得就是 可以再做稍微多一點 不要只有說 因為通常都是捕手 我們去給投手的意見 那我們下半期我們就是 幫投手跟我們回饋他們的想法 今年對到他 給培峰的課題 比較屬於跟投手的 之間的這個 私底下的互動 像你剛才講的說 跟投手比較多一點的會議 對 這個就是他的想法 這就是很好的事情 你可以跟投手 大家可以一起去聊 你們互相交換意見 然後一起去執行 這樣才是最好過的 互幫上半季 捕手戰力捉襟見肘 讓總教練邱昌榮 甚至一瞬間 將腦筋動到野手身上 下半季剛開始 益君也只登陸搖灌尾 戴培峰 幸好張靜德 腰部警光好轉 就看看益君是否能穩定出賽 至於先前也有出賽過的蕭毅銘 也是替補人選 如何調度本壘後方的指揮官 是否幫本季重要的戰力課題